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用特别的方法将黑色墨水里面的其他颜色给分离出来 首先你要准备一张滤纸 然后把它剪裁成适合的长度 接着在滤纸的大概下面1.5公分的地方 打一个黑点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修的平整一点 好 这个烧杯里面放了一点点的水 我们要稍微对齐一下它的高度 好这样可以了我们用一张胶带把它固定在上面 好接着我们把它放进去里面 水一旦被吸收上来之后因为每一种墨水呢 混在一起之后才会形成黑色的墨水 那每一种墨水对于水的吸引力跟纤维的吸引力其实不同的 我们利用这个物理特性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 好三二一 这个时间你要仔细看哦 因为你可能看到一点绿色甚至看到一点黄色 这就可以证明说我们把颜色从黑色里面分离出来 好这就是今天的探索活动 好